夫君欲看着萧兰若僵硬地走出门外,眼里闪过一抹,惠莫如深。 你有没有觉得王妃怪怪的? 没有啊,王妃人好,没有架子,还是来给丹青看病啊。 刚刚王妃说的几杯药,拿给北王看看。 本王位回来之前,这个药方不允许先给丹青喝,明白没有? 夫君欲一个闪身,便出去了,四季饭店。 这饭店是他与萧兰若合开的,所以安全得很。 这副药方有没有问题? 望远一看,是没问题,不过里面一味药若是给中毒之人服用, 则会加速中毒之人的死亡,而且事后查也查不出。 晚上,在此等本王,有个人需要你医治。 想到了什么?夫君欲飞身离去。 王妃可有再来过? 来了,过来看了一眼丹青,然后重新把离子卖。 他可有说了什么? 没有啊,把完卖王妃便走了,还问王爷去哪儿了? 现如今天快黑了,等一下将丹青乔装打扮一些, 你随本王一起将丹青弄去四季饭店。 为什么呀?不说有王妃看着吗?王妃一说那么好。 那药你先给丹青了吗? 没有啊,不是王爷您交代了吗? 王妃要是问起,我就跟他说将了,一给丹青扶下。 那就好,这事情三爷两宇说不清楚, 本王现在也是一头雾水,如果想救丹青,就按我说的做。 很快,夜幕降临。 夫君欲如风,将丹青拾舵一番, 便将他驾往马车上,直奔四季饭店。 战神欲望,好戏要开始了。 萧兰若露出那一双阴沉的双眼,尽显鬼魅。 第二日,夫君欲刚回府中,管家李伯便慌慌张张跑来。 王爷,不好了,府里的几匹战马都死了。 去看看。 去到马厩,便见那些马的死相如出一辙, 满脸惊恐,眼睛突出。 这景象倒是很像,想到了什么? 夫君欲将手中佩刀往马身上一割, 果然,一滴血都没有。 夫君欲的眼眸,闪过一抹哑然。 竟然连马的血都被抽光, 到底是什么怪物可以一次抽光几匹战马的血液? 而且,毫无声响。 诡异,处处透着诡异。 王爷,这些战马怎么死得这么蹊跷? 而且夜里我们一点声音都没有听到。 会不会和吴东镇那些人一样? 看来那些人想对付的人是本王。 也不知那些人和这战马的死, 是人为还是真的怪物? 如风,你先仔细检查看看, 这些战马还有何异常? 本王先进攻一趟, 昨天事情太多, 本王还未来得及进攻, 禀告这诡异事件的时吗? 哦,属下知道, 王爷放心的去吧。 注意点王妃的一举一动, 若他来询问丹青的下落, 就说丹青好了, 已出去,出任务。 如风,一脸疑惑, 刚想问, 或是玉早已转身, 消失得无影无踪。 什么情况? 注意王妃的一举一动, 难道是怕王妃再次失踪? 羽王昨日去吴同镇, 情况如何? 本王昨日一去吴同镇, 将此时弄明白, 根本没有什么妖兽之人, 只是一只巨兽被诬陷, 有限之人拿来大做文章而已。 哦, 还有这种视角, 你是如何如此肯定的? 千兽阁的上官签和上官可心, 跟着一并去降服了妖兽, 那上官可心, 可以听得懂兽语, 问了那巨兽, 那巨兽亲自说的, 千兽阁? 这怪兽居然惊动了千兽阁? 千兽阁阁主为人坦荡, 看不得人间疾苦, 可能是觉得妖兽吃人, 会给百姓带来灾祸, 特意派人前来驯服的吧。